家长们想带孩子了解更多动物百科 一定要带孩子实地考察学习 让孩子亲自探索才能更加记忆深刻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长龙野生动物世界 这里有两万多只动物 代表世界各地的珍稀动物都有在这生活 孩子在参观的同时 也能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习性和特征 还有这些动物冷知识 你们都知道吗 1.长颈鹿舌头的长度平均有45到50厘米 这么长的舌头可以帮助他们更方便吃东西 2.考拉除了吃每天要睡20个小时左右 从澳洲飘洋过海来到长龙的考拉主长陶桃 已经繁衍了八代平坦的考拉后代 他们个个都是小睡神 3.大熊猫需要生活在室温10到22度 但是广东的夏天这么乐该怎么办呢 原来熊猫三胞胎猛酷帅有个子的冰床 还能吹着空调吃广海下午茶呢 看看这种寓教娱乐亲身体验的教育方式 能让孩子敬畏自然一起守护这些可爱的野生动物 玩过之后家长还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熊猫酒店休息 一进门就感觉进入了童话世界 立马把孩子的注意力给吸引住了 我们正好铺上了晚安故事会 老师生动地讲述着熊猫三宝的故事 楚楚欣欣也和熊猫一起合照 让孩子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这短短两天根本玩不够 看到孩子恋恋不舍 路上还在不停讨论的样子 我就知道这次的生活满满 家长们也赶紧安排起来吧